你現在已經是認識的夫妻 我們很想玩 就能講得到 講話啊 好 婚禮報導 來 好 好 繼續來看就是大S 這次的婚禮 很多人都說他大小眼 根本就是賣國賊 那 趕快點 趕快點 先讓我們先講句話 來 喂 馬丘 發聲 發聲 任憑媒體怎麼呼喚 但大S就是不回頭 永遠不回頭 身為是禁婚禮女主角 大S這一趟卻瘋口到家 媒體在飯店外 等著大S能夠出來說說話 想不到等到的卻是他 我要給你們的 專門給大家準備的好不好啊 婆婆張蘭一袭紅包裝 給大家發紅包 真是佔盡媒體版面 想不到隔了一天 出現的還是他 RD 這個是翠翼做的啊 這是什麼啊 我們送客人的啊 哎呀 就連平常超會搶鏡頭的 徐媽媽都只能摸摸頭 乖乖閉嘴 更何況即將加入汪家的 大S張蘭也早就對她放話 像我的婆婆就是 也是奇人嘛 奇人嘛就是 就皇家的 大家都知道 我也是奇人 從小受的一些訓練 所以呢那婆婆到婆婆家以後 那知道婆婆也是奇人 就按奇人的規矩去做事嘛 大家開心 大家在一起和睦是最重要的 婆婆超級強勢 不僅說話犀利 就連服裝 張蘭出奇至聖的招數 也是略勝一籌 讓這段中台聯姻 台灣方面戰局下風 只是想不到這場兩岸的戰爭 也延續到了媒體 原本規定所有媒體 都不准入場拍攝 為了拍到最好的畫面 台灣媒體只好冒著大風 在海灘循循秘密 好不容易找到好位置 也只能遠遠遙望婚禮進行 想不到這個時候 卻發現大陸媒體 竟然大辣辣的 就在婚禮會場拍攝 一張張清晰的照片流出 讓台灣媒體實在很心酸 大愛是如此親中媚外 又一再的不理會 外頭苦苦等候的媒體 就連發放的便當 也只價值台幣14塊錢 最後甚至只派出親友團來受訪 讓台灣媒體的憤怒心情 再也壓抑不住 我們是門名的中國人 大家好一點好嗎 快說出口 台灣媒體立刻乖乖退後 想不到大陸媒體 竟然還是繼續霸占位置 都不過大陸人的強勢 不管是Dyson還是台灣媒體 這一仗 都是徹底輸了 我覺得我們剪接師已經崩潰了吧 剪得這麼好笑 而且音樂也配得很好 永遠不會通 這個有一點是台灣媒體的血淚史 你們還笑得出來 沒有 我們這叫做 補裝作了 補裝作了 真的心有欺欺 沒有人要你們去欺這個苦啊 對啊 誰要你說這個特輯的 我們命劍啊 我們命劍啊 星星節的意思嘛 對不對 還把他講出來 沒有啦 其實觀眾也想知道 可是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不做這樣對比 大家真的不知道說台灣媒體有多慘 大陸的 為什麼他們畫面那麼清楚 他們就是有人可以 站在現場對不對 他們是有帶機器進去的嗎 就是那個什麼王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孩子 從頭到尾那個一定就是講好的 也不可能說是因為我們好朋友 然後有一個人就不小心就漏掉 沒有這回事 我們也可以去當伴郎啊 我們也可以進入伴啊 所以啊 所以就是媒體是 從頭到尾就是同意他們進去的嘛 就是講好的 對 講好的啦 而且就這樣就算了 他們那時候在外頭的時候 就剛剛不是都看很多人 要受訪清流很擠嗎 然後大家就說退退退 然後台灣媒體就很乖就退退 然後大陸媒體 我們就往前進 你們就沒聽懂 下回就說 咱們是維民的中國人退 然後大家就往前進 這張學起來 原來是一個暗號 欸 你們有聽懂啊 怎麼生存啊 這真的是大家上了一次 當學了一次乖 以後就知道了 但我真的比較好奇 大概直到時候 回台灣的第一場記者會 他要怎麼面對台灣媒體 他還要辦記者會嗎 如果會有開演說什麼 或是有謀代言或什麼的 他要怎麼面對台灣媒體 接下來我們繼續的 來回顧這一段愛情 對 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 大汪戀 從一集娛樂披露之後 這49天這要把大家整死了 王小費跟大S要告訴大家 49天可以從認識 戀愛到完成終身大事 王小費跟大S之所以能夠閃電結婚 安苡軒可以說是關鍵的人物 在去年年底 安苡軒的生日會上 王小費與大S一見鍾情 事後在彼此的微博上留言 藏不住炙熱的愛意 但是也沒想到愛火燎原 一勺不可收拾 短短的49天就完成了回音大事 我最近一次看到大S 他整個人就是像一個18歲的少女 眼睛有射出愛心情妝 夜戀中的情人 哪禁得起短暫的別離啊 談感情向來認真的大S 一度考慮退演已經接拍的電影 讓劇組一度很緊張 其實我確實跟他講就別演什麼戲了 真就好好弄弄這個結婚的事什麼 後來說是你那演演演 然後但是你那個可得幫我那個拔住了 不能太累 不能這個 不能那個 然後不能這樣 不能那樣是不是 哇 我保證你 他只要在大家就很好啊 心情很好 還會笑場 真的啊 對 平時大S這種職業演員通常都不笑場 但是他在那的話就 大概有那麼幾次會 搞得大家都很歡樂 然而兩人閃婚 也是讓是非而語瞬間爆發 從大S當小三介入張雨淇 安苡萱同時汪曉飛而買醉 當汪曉飛曾經結婚生子 甚至傳出了汪曉飛的母親張嵐 曾經給張雨淇六百萬的分手封口費 一度讓張嵐為之氣節 有給什麼六百萬分手費給張雨淇 看無聊 看無聊 我們也不欠誰的 貴量是做的無聊 無所八道 不過這些流言肥語 似乎完全沒有動搖 兩人結婚的決心 王曉飛為大S飛來台灣 拜會親戚朋友 也留下了一個好女婿的印象 那一起吃飯 那我們就奶奶 徐爸 那我們這邊親戚表哥 都很喜歡他 他真的就可以跟我們打入一片 打成一片 他胃都不舒服 還跟他們乾杯什麼的 還滿開心的 他也是很有禮貌的一個 可以看得出來他家教各方面的 歷練很成熟 所以我們很相信他 歷練跟他在一起 一定都沒有問題的 大小戀一舉一動 牽動著大陸娛樂媒體的神經 在全面緊盯的情況下 兩人竟然逃過了追蹤 默默的在當地的民政局裡 登記結婚 一張結婚照再度掀起了高潮 兩人婚後的居所 也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 大S跟王曉飛他們婚禍 到底會住在哪呢 相信大家都很多人 都非常的好奇 經過記者實地走訪之後 我們發現在我背後的這一棟 酒店式公寓 非常有可能就是他們 其中的一個新居之一 因為這一棟酒店式公寓 之前就是王曉飛他在大陸的住所 而這棟酒店我們知道 它位在是在大陸的這一條 叫做長安街上頭 長安街裡頭有非常多的古蹟 還有很多的名品店 因此戒備可以說是相當的森嚴 非常注重隱私 當然很多鎮商名流也都住在這兒呢 有別於商業區的繁榮景象 大S跟王曉飛他們在結婚之後 還有可能那個住處 就是在我背後的這一棟 我們可以看到 這附近環境真的是相當的清幽 而在這個建築物的前方 還有一條小河 除此之外呢 這裡也可以算是市場明星社區 因為包括像是趙薇啦 英南靜都是他們的鄰居 而天后王飛也都住在這附近 隨著兩人婚宴的結束 這世紀婚禮的話題可能還會再延燒一陣子 王子與公主一件鍾情的童話故事 能否幸福美滿 相信大家都會給予無限的祝福 接下來要討論哪一個部分 就是這邊呢 我要幫大S講一句話 他真的不是投奔大陸賢平愛富 因為他以前交往的對象都是土台客 大S情定大陸富二代汪小菲 但翻開了大S過往的感情史 令人的男友都稱得上是帥哥 而他不像其他藝人愛玩地下情 幾乎都勇敢說愛 將戀情攤在陽光下 大S進入演藝圈第一段戀情 對象正是黑人陳建州 黑人與青梅竹馬 形容當時兩小無猜的戀情 分手後兩人一直是好朋友 現在黑人即將迎娶大S的好姐妹范范 真是分手後還能當朋友的最佳代表 大S之後愛上了高麗男兒 與韓國團體庫隆的光頭 居俊葉大談遠距離的戀愛 愛於當時庫隆偶像的身分 大S難得談情低調沒承認 沒想到再分手十多年後 居俊葉突然在韓國上通告時 重提往事 擺明了消費大S 我們在台湾前的 所依憨師 你怎麼認識你 約一年 那是他 什麼 那是甚麼 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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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在大S的脖子上留下了愛的印記 可見當時用情置身 不過當時不被承認 現在竟然被拿出來說嘴 相信是大S始料危急的情況 大S與藍正龍在2001年 合作流星花園擦出了愛貨 大S愛到最高點 第一時間就公開了戀情 愛到農時他們還合作了連續劇 求婚事務所 不過戲裡的一段話 似乎正是兩人農情轉蛋的原因 跟主人說求求你嫁給我 馬上嫁給我 你幹嘛 跟你講過多少次 不要給我壓力嘛 兩人交往了四年 傳出大S避婚不成 戀情在2005年畫下了句點 大S和仔仔也是合作流星花園相識 當時兩人因為好交情 互叫乾姐姐乾弟弟 沒想到2005年仔仔發生車禍 第一時間打給大S求救 讓乾姐弟變了調 大S與藍正龍分手一個半月後 火速跟仔仔陷入了愛河 我跟仔仔的關係啊 關係匪遣吧 交往的兩年半期間 不論在事業上和生活上 一直都是女高男低的情況 似乎大S想婚的慾望 再度跟男方不同步 結婚的話當然也不是我想結 我是結啊 如果是對方有人想娶我的話 那我也不排除 你算是在那些年輕人 仔仔說嗎 我沒有逼婚的意思喔 大家要先接妳的 大S話都出口了 仔仔似乎沒有具體的行動 如此的不同步調 也難怪這個姐弟戀沒有開花結果 然而仔仔在分手兩年後 忽然大談大載戀中獲得的教訓 也點出了兩人分手的原因 果然是女高男低 我在上一段戀情告訴了一件事情 男生就是要有壓力 所以男生賺錢能力 一定要比女生還要強 但這說法大S顯然不能認同 對我來講不是那個人 所以我講她有這個答案 我想看事情的角色確實跟我說 不管角度一不一樣 現在兩人倒是連姐弟也當不成 難怪大S曾經如此的感嘆 因為我之前的戀愛 我都覺得很失敗 所以我覺得 我之前喜歡的內心 可能不能是跟我走路過 一個對象 這個是她過完的這個戀情 我覺得大家 就是我很欣賞大S的一點 就是她真的是只要愛 就是完全的投入 然後不管你對方的那個身分什麼 而且她是一個最大氣的心靈 怎麼說 你看喔她 我們剛不是有看到她一開始 最早的時候她是跟黑人在一起嗎 後來她黑人介紹 就是黑人不是就去把范范 范范是她的好姐妹嗎 對不對 然後 然後一起去參加她的婚禮 然後之後就大家就一直 就一直是好朋友 是小圈圈啊 感情很好 對然後現在范范又 又就是參加她的婚禮 然後前男友說 哇大家真的是太好了 我只能說 我夾了一家人啦 請全麥給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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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開始滿懷希望 以為你真的要講出好話出來了 是好話 是好話 他是講好話啊 有誰可以 第一個我覺得她做到一點 就是說分手後大家還是朋友 這已經不簡單了 分手後還能夠再把 就是說好姐妹或是什麼 大家又在一起 然後又可以一起 變成一個小圈圈 你有那種公雞贏的感覺 公雞贏 沒有公雞贏啦 是說 大家就是 這沒有好到哪裡去 不是這意思 反正我就是說 你就是這個意思啦 好啦 廣告之後呢 我們看來是那個大S的 戀愛運嘛 現在看來是他的事業運 還有家庭運好了 多少錢 裡面還有沒有 一家庭運了 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 我沒有錢 你沒有錢 就可以了 你快樂 等你 有錢